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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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到中共反死的时候 最经常听到的一个词 就叫做历史虚无主义 我听到这个词的情绪最高 因为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概就是咱们拿这些词图做 我们做得最多 做得最早 可以做得最起劲 最厉害的一个词 但是说实话话 我认真来考虑这个词 我觉得我本是不得起点 我觉得非常非常莫名其妙 不知道怎么会出现 在坦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清楚一点 因为每一个词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意义的 所谓虚无主义 就指的是 对现成的传统的价值跟概念 是彻底的否定的态度的 一概不承认这种东西的 那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在历史上固有的东西 大家公认为有文化价值的东西 不予承认 这就可以叫做是一个历史虚无主义 但是问题就在于 批评中 在对中共当时提出质疑跟批评的人里面 恰恰是非常坚定地捍卫了自己的价值观 捍卫的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的东西 你有谎言你有虚假你有伪造的东西 那我就一定要正本清明 这是一点 另外捍卫的东西就是跟以前宣布的这种专政的理论 讲解的这种理论完全相反的东西 就是主张的是人权的东西 人道主义的东西 还有就是象征民主的东西 就是实际上对中共的党史提出 中共党的历史提出质疑的人里面 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里面 他们实际上是坚定地捍卫了一种价值观 而且为了捍卫这种价值观 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些过人利益来做这种 那怎么叫做虚无主义呢 他们哪有没有曾经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 这种事实呢 我觉得怎么讲的人都讲不过去 怎么可能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 另外我们从这种虚无主义 跟或者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的传播来说 其实这个词在中国来说 实际上用的非常冷屁跟非常少的 以前在民国时期 一度是大为流传这个词 那时候是俄罗斯的文学里面 多余的人这个形象出现在中国来了 比方像 附格尼夫写的附与子 这一类小作里面 巴扎诺夫这一类的 他们就是对众所分明的东西 对于传统固定的东西 进行那种讽刺跟嘲笑 采取一概不承认的态度 这种东西才是这种东西 但是我们批评中共当此的人里面 实际上刚好是承认了有一个坚定的价值观 有一个坚定的人权的东西 和平的东西 民主的东西 这怎么是一个虚无主义 我觉得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里面说明这一点 以前说中共大家对他们进行谴责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是不讲道理的 但是最新的中共的领导人 或者是中共的特点点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黄谬跟物资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至少要用黄谬跟物资 才能够解释这种所谓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词的出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莫名其妙 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你对这种批评的历史虚无主义 你是捍卫还是反对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怎么就是大行其道的用这个词 我觉得很难说 后来我想的方法 我就理解它 大概中共想说的意思 我去替它处理 因为替它设选的话 我大概可以这么理解它 这个词诚 勉強可以说出一点道理 就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就是对于中共自我标准的 自我卫照的所有的 关于它的历史的神话 关于它的种种谎言的说法 不予承认 不予承认 但照当理这个东西 使我们是非常陷入一个非常可笑的地步的 我建议大家以后 就不要用这个词 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 我们就是理智气壮的真本情缘 历史本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以前关于中共男子节 所有的脸上贴金的东西 我们都意外不予承认 我们坚持自己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 对这历史虚无主义这个词 我们应该持一个唾弃的态度 我们就说这一点 来说 hospital 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问我 你不用想拍照 我一会儿 用说 勇者 你一会儿 那边